蘇州市在蘇城碼及健康碼的技術上推出了蘇城文明碼 並號稱全國首創 試用者為18歲以上生活在蘇州的民眾 包括文明交通指數和文明志願指數兩大評分範圍 未來將推出其他文明指數 包括垃圾分類、文明用餐、文明禮讓、文明上網等等內容 近年中國爆發中共肺炎疫情後推出健康碼 個人行蹤受到監控引發疑慮 因此 蘇州官方再推出《蘇州文明碼》同樣引發爭議 據官方媒體介紹 文明碼獲得高分的人可以在工作、生活、就業、學習、娛樂等方面獲得便利或優先權利 而分數低的人則會被官方懲戒 有推友評論文明碼說 其一 道德文明不以硬性人為亮華 其二 由擁有權利者為其余大多數人的文明定性並打分 難保評判公正 其三 文明積分將影響到大批民眾的工作、生活、就業、學習和娛樂 令人極被發糧 其四 此舉涉嫌侵犯公民隱私 還有推友認為 蘇州這個文明碼與毛共時代的家庭成分異曲同工 把人分三六九等以便控制 長期致力於社會問題研究的學者于建榮 日前以危險的文明碼為題撰寫了評論 他提出兩點質疑 一 誰有權確定文明的標準和定量分值 二 誰有權以文明的名義 剝奪公民平等享受公眾服務的權利 許多民眾認為 蘇州官方搞出所謂文明碼 就是電子版的良明證 都是為了加強對老百姓的控制與監視 新唐人記者雄斌 王一貞采訪報導